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Mimic Warfare 叫模拟战争 我们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Mimic Warfare Mimic Warfare 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知道这个 Mimic叫模拟的模仿的 这个好吧 这个Walfare 我们知道它是表示战争 那跟那个War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War W-A-R 它既可以当不可署名词 泛指战争 也可以当可署名词 表示具体某一次战争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可以的 而The Warfare 它一般只能当不可署名词来用 它只能表示战争的类型 这个类型的战争 那个类型的战争 它不可以表示具体一次两次的战争 这个时候我们用再读一遍 Warfare Warfare 它一般表示某一个类型的战争 不可署 你想 Chemical Warfare 这是化学战 对吧 还有Nuclear Warfare 叫原子弹战争 就是这个核战争了 原子核 Nuclear 用互相扔原子弹 扔着玩 叫核战争 还有呢 Germ Warfare 叫细菌战 往对方的士兵的脖子里边 扔狮子 但不是扔狮子了 就扔细菌了 同样言之 细菌战 Germ Germ表示细菌的意思 细菌战 注意不能加罐词 它不可署名词 还有像Gerrilla Warfare 但Gerrilla 这不是大猩猩 不是大猩猩 打起来了 Gerrilla 确实跟大猩猩 那个发音一样 但P系也不同 这个Gerrilla 叫游击队员的意思 游击队员确实跟大猩猩 类似 都是生活在丛林里边 但是我们这是游击战 游击战的游击战争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Gerrilla Warfare Gerrilla Warfare 这是游击战 所以Wallfare 注意不可署名词 表示各种各样的战争 就好了 那么我们再看前面那个 Mimic Mimic这次表示 模拟的 模仿的 或假装的 就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东西 Mimic Warfare 就模拟战争 就并不是真正打仗了 对吧 再比如说 我们除了这个之外 Mimic coloring 可以表示动物的模拟色 模拟色 就是很多动物呢 比如像变色龙啊 或者吃货呀 这样的一些动物和昆虫 它们根据周围的 周围环境的颜色 改变身上的颜色 就模拟周围的颜色 叫Mimic coloring 模拟色或保护色 可以这么说 它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我们这个雅具 这种剧种 雅具就叫模拟啊 因为雅具不能说话嘛 用动作模拟某个人的行为 我们大声读一下 Mime Mime 形容词模拟的模仿 叫Mimic 就特别好记了 好 第六课 生词和短语 几个老师看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